我們沒辦法看他的生命啦 但是以戰力來講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 我是老頭歐德美 歡迎回來歡迎回來 今天呢我們要前往末日之地 去抓大家所期盼的 地獄三頭拳 那我覺得應該也是時候了 然後老頭的等級來到了80級 80級 已經滿等了 官方的 遊戲數據最高上限就是80級 不過這可以自行調整啦 不過我們就是先玩官方的好好的摸熟 摸熟大概也不要說摸坦熟啦 就是可以摸到一定的程度 我們接下來再開始去往別的地方去發展 比如說多人啊 或者是說跟朋友一起玩啊 之類的 那也意味著這個單人系列可能就要結束了 因為我們滿等的 我們能做的事情差不多也快結束了 不對喔 好像還有藍圖可以玩喔 但是藍圖都是蓋房子 大家應該不會想看吧 其實說真的 蓋房子這種東西 其實就是在消耗 消耗我的時間跟消耗你們的時間而已啊 內容其實我覺得還好啦 對啊也看到有一些人在反應說 啊就不要再蓋房子了 蓋房子好浪費時間了 怎麼感覺一 一部影片快就這樣結束了 那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哎呀 要蓋房子 要擴建 可以私底下做啦 我覺得我以後都私底下做好了 好不好 就不該給你們看了 直接給你們看成品 這樣感覺會比較好一點 我是這麼認為啦 好吧 那麼呢今天呢 要抓地獄三頭犬嘛 那在抓之前 我想要先把這個東西玩一玩 就是我們這個 我看一下 好有了 因為我們滿等的 所以說我們最後的這些槍都可以拿出來用了 像是火箭筒發射器 以及我們的自視狙擊步槍 這幾把我都想要玩看看 把他拉下來一下好了 然後看一下可以裝什麼 他不能裝瞄準鏡 不過他可以裝消音 也可以裝 也可以裝這個手電吼 那麼看一下我們拿這個鎮暴盾 防暴防暴盾牌 等一下 怎麼感覺那麼大一把 還蠻大的 他跟那個生存進化的盾差不多 可以擋 擋的距 擋的這個範圍還蠻遠的 還蠻遠的我覺得 不過不常用啦 只是給你們看他長什麼樣子而已 我基本上我也不會用 因為在 強大的恐龍面前用這個 我覺得應該也是咬四五下就爆掉了 不過他耐久還蠻高的啦 1033 防鋸29 防鋸29這樣子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狙擊步槍好了 來的 我們出去看一下 按到Shift然後之後又按一鍵把它可以拆掉了 我的天啊 我們直接做一個牆壁好了 我不知道你們在玩有沒有這種問題啊就是你在Shift Shift的時候 然後你要往前衝要開個門 一個手滑就不小心嚕到了這樣子 我覺得你們有玩過的應該都有心有七七焉吧 這個怎麼弄不掉啊 我覺得你們應該都心有七七焉吧 就Shift的衝刺要按一開門不要說開門啊爬樓梯好了啊 都不小心把這個給錄掉 好這我們狙擊的步槍 OK拉那麼遠喔 右鍵拉很遠 阿有沒有辦法就是 再調整距離啊 他這邊沒有顯示顯示任何的可以拉近拉遠之類的 單純就是這個距離 沒辦法三段四二段四這樣子 好八八七七五 那換算打大型恐龍我覺得應該 三四百滴左右吧 保守估計三四百滴左右吧 我是這麼認為 好吧我們來看一下改裝部分 我不知道材料還夠不夠耶 反正就稍微看一下 反正今天的重點就不是這個拉 只是我想玩一下然後 重點今天 今天的重點是 地獄三頭拳 因為我們材料還夠 看一下槍管 還不錯看 我喜歡這個 這個有那種包覆感 這個讓我想到 像我想到那個什麼 會續那個閃電有沒有 然後突然發一顆子彈出去 還蠻了的 這個勒 彈匣變厚了 我喜歡這個 彈匣變厚的感覺 然後呢 槍身 連整個槍身都變穩定性 加415 夭壽 哇這個勒 槍托變大了 好 我們就選這把 這把看起來超像那個 那把叫什麼 什麼WP WIP喔 反正就是一個 CS在玩有沒有 然後 狙擊開槍就可以死一隻的那一種 我們來附什麼 我們的屬性快美了耶 附我們毒屬性好了好不好 忘記把它拿出來了 Yeah 帥氣 外型整個都大改 還是一樣可以拉很遠 看一萬多了 換算下來 這樣子的話應該 打大型恐龍 至少有個 四五百吧 薰魔龍 我兩三百 跑雷 有沒有叫寶箱 沒有 兩三百其實以步槍 以這種槍來講算高了 哥哥怎麼認為啊 算高了算高了 托居 Yeah 請叫我狙擊神射手 不知 厲害厲害厲害 以後如果玩PEP用這把可以偷殺人 感覺還蠻爽的 超屌的射擊遊戲 啊再來就是我們的火箭筒了 Yeah 喔喔喔好有機械感的火箭筒喔我的天啊 超級有機械感 Fire 哇這個爆炸威力範圍 為什麼他前面會有兩層 第1層是前面第2層是後面 抓就抓那個監距嗎 沒有裝沒有裝 為什麼 他會有一個拋物線嗎這樣子 不要那麼靠近啦 我會被炸死啊 這個這個 算了 隨便亂丟好了 115 115 如果我們要往上射 不是就給衰 我們所蓋的東西全都沒了 還是不要這樣鬧好了 丟 他剛剛鋼定之後還有什麼東西啊 仔細看一下 槍身的部分要什麼 鋼化玻璃 做得還蠻快的吧 好我們現在26個鋼化玻璃喔 把它關掉 不然會很熱 26個鋼化玻璃 1 那我們家只能做一種耶 火箭筒只能 只能改造槍身改造一種 那我們改造2好了 我們不要看1了 其實大同小異啦 OK 還不錯 拿來玩 有這麼簡單 更大一把了 可惜要不能追蹤了 有點可惜 帥氣 這可不可以炸前面遺跡的建築物啊 我想炸看看 我們射遠一點看看 把炸掉 哇 炸掉嗎怎麼可能 不行 但還有拋物線作用 他的推進能力到中後期就軟掉了 再來一次 我們這樣射看看好了 他慢慢往下墜 對 炸不掉啊 遺跡果還是炸不掉的 要不要炸我們的建築物 哈哈 不要啊 別 啊 最後最後 我們還有電鋸要玩 快點 給我點石油 有有有有 耶 德州電鋸殺人魔 嗯 噢噢噢噢噢噢噢 用得快 欸為什麼他 他在鋸的時候要往上啊 對啊 對啊 好好的鋸不行嗎 一定要往上鋸嗎 嗯 噢噢噢噢 欸一滴 有什麼勒 哈哈哈哈 鋸這個 超級沒有用耶 以為他不是拿來做傷害的啊 他可能就是拿來鋸木頭之類的啊 然後可以鋸比較多 而且他鋸的方式我覺得有點鳥 好算了 突然覺得有點沉悶無聊 哈哈哈哈 好吧現在呢開始準備要去抓我們地獄山頭犬了喔 好不好 我們就不要太太浪費時間了 趕緊前往地獄山頭犬的領地 欸好不容易找到地獄山頭犬 結果他們居然在PK 到底誰贏誰輸 哇哇哇哇哇 這地獄山頭犬感覺會輸的樣子喔 怎麼辦 我們地獄山頭犬會不會爆掉 這是他達民國八千年嗎 怎麼辦我們想抓說 石頭人別啊 石頭人 別 我們沒辦法看他的生命啦 但是以戰力來講 喔喔喔喔喔 媽的嚇死人啊 哎呀哎呀嚇死人啊 哇嚇死人啊 賤鬼啊 不出生是怎樣 地獄山頭犬掛了耶 還真的會掛 怪 該怎麼辦 補刀死尖 喔喔喔我這邊又看到一隻了 這裡又看到一隻了 可是這附近有這個 火焰怪啊 這要怎麼辦啊 我先想辦法射一件靶影過來好了 我們現在身上我們箭矢大概有500多隻 哇有嚕到嗎 欸有有有 有有有有 欸為什麼逃跑了 這傢伙是有多怕我啊 欸我們把引到沙漠其實也是不錯的選擇啊 沙漠敵人非常的弱 啊你說是不是 怎麼一直失敗啊 Yeah boy 大成功 終於 我的天啊 馴服時間 這是暈的意思嗎 喔 這麼容易暈啊 Yeah 爽哥 超級大爽哥 我們入手了 Yeah 其實好像也不用到這麼多百隻劍呢 我大概差不多弄個 四五十隻就抓到了呢 割四五十隻就入手了耶 你看有沒有大腿肉好不好 給他一點大腿肉 看來沒有大腿肉了 不知道為什麼大腿肉這麼容易壞掉啊 那就給你吃生肉吧 好啦我們回來啦 接下來開始準備來玩一下我們的地獄三頭拳 Yeah Yeah 地獄哥 來 剛好我們鞍也有了 哇 放出來了 不要那麼一開場就亂咬哈 給我中立一下 好這數字還蠻優的 個人覺得 來把鞍丟進去 騎乘 這樣做這麼後面不會看不到前面嗎 好酷喔 多少滴 沒注意看 哇好帥喔 有 201 打攻擊速度還蠻快的 還蠻快的而且移動速度我覺得蠻優的 各種操作性我覺得這隻不錯 右鍵是 三種顏色的火焰 調酒喔 這邊有隻雷龍可以稍微弄一下 西劍是什麼西劍沒功能 他會跳喔 哇 我萬萬沒想到這隻地獄三頭拳會跳 哈哈哈哈 而且我突然覺得跳的速度比他移動速度快多了 你有沒有看過以前玩那種CS有沒有 用跳的方式移動速度還比你原本走得快 而且還可以越跳越遠 而且我沒耐力了 被玩到沒耐力了 等一下攻擊力 這隻等級練高 可以拿去打死神吧行不行 他是說 打死神必須要用那個 幽靈龍打比較好打 沒關係 我們來找這隻 來開刀一下 噴火 哇 32滴燃燒傷害 我咬 210 唉唷有我強嗎有我強嗎 唉唷唉唷不想活是不是 我那個火焰傷害32連續燒的速度還蠻快的 可是很耗那個我們的耐力啊 超級耗 夭死你 15級是吧 把你咬掉我應該可以拿很多經驗值 我快沒體力了 後繼無力 哇站著回體力給他打好了 也只能這樣子 抱歉了 我突然覺得暴王龍比較強 暴王龍咬他攻擊力好像比較高一點 還是說因為他等級比我高的關係啊 跳跳咬跳咬 死捏 唉唷開始要逃跑囉 開始要逃跑囉 而且我被他踐踏殺害68 消耗的蠻快的 那邊有一隻雷龍 看到同類被攻擊 還不會想要救援這樣子 哇解決了 給我大腿肉啊 在那邊掃蘿莉巴說 看到了沒有 三顆頭 每一隻的火石費一個月就要一萬塊 所以說我一個月都要花三萬塊在養這一隻 然後因為他有三個嘴巴 然後三個胃 可惡 還要三個配喔 養這種犬呢 我覺得 是高富帥在養的 我們沒有辦法養起 所以說我們還是在這個遊戲裡面過過幹因好了 好不好 好吧那我們今天這個方舟方塊差不多在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左下按個訂閱 右下按個喜歡的話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方塊再見面啦 掰掰 掰掰